你現在收聽的是PiCast 一個由PiCon台灣熱血志工組成的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將會邀請到PiCon的創始元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拍起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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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明明就沒有在業配好不好 不過既然大家這麼期待 業配這不就來了嗎 沒錯 馬上進入業配時間 YA iChef是一間智慧餐飲科技公司 也是台灣POSE系統的領導品牌 提供簡單又有彈性的POSE系統平台 以及餐廳銷售狀況的服務 讓小餐廳不用花大錢 也能活用科技的力量最佳化營運效能 POSE系統聽起來不稀奇 但能承受用餐時段來自上千間餐廳的巨大流量 真的不簡單 iChef可說是投入大量心力在追求技術層面 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另外 iChef目前在全亞洲有8000多家的餐廳 使用他們家的系統 Oh my God 好多喔 是說世貿你有沒有用過iChef的服務啊 我雖然沒有用過他的POSE系統啦 但是常常看到店家使用的 發票跟明細的後面都印iChef的Logo啊 最近我常用一個服務啊 讓我可以先線上訂餐 然後再慢慢都會去拿 會提到這個是因為 我在跟iChef接洽之後才發現 我一直都有在用他們提供的服務耶 是喔 是哪個服務啊 就是iChef的安心找外帶服務平台啊 喔 沒錯 這兩年iChef開始提供面向消費者的服務 像是你剛剛提到的安心找外帶 是透過線上地圖讓消費者 快速找到附近的外帶店家 雖然現在已經降回二級警戒了 還是推薦大家多多使用外帶服務 降低人與人的連結 最後廠商提及他們9月份 要招募一個全新的團隊 包含Backend、Frontend、Quality Insurance還有PN 其中Backend的部分也需要Python技能喔 Python社群的各路高手 也可以到iChef官網關注職缺資訊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業配內容 這樣大家會不會真的覺得我們一直在業配啊 沒有啦 這次真的是我們第一次有廠商業配欸 好啦 感謝乾爹 不過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業配我們的話 我也不排斥喔 好啦 回到正題 上次跟坤裕、俊偉聊到他們踏入資安領域的經驗 還有他們在Python社群還有開源專案的貢獻經歷 還沒有聽的朋友趕快先去聽上一集 接下來我們會跟他們聊聊Quark Engine這個專案是在做什麼的 還有它的起源 另外還有更多關於資安工程師的工作內容喔 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聽下去 好 那我們回來了 剛剛是俊偉跟坤裕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Python貢獻一個zip file上面的一個document 對 的貢獻經歷這樣子 很精彩 那我們現在就來聊聊Quark Engine好了 好 那Quark Engine的話就是到Google search上面去查一下 它有372萬筆的搜尋結果 然後現在Github Project上面有602顆星 那我剛剛再去看一下 應該已經變610幾顆星了 就按照這個比例來看 明年這個時候應該已經3000多顆星星這樣 希望啦 其實這個是一個指標 我們大概 我們其實有去估算過 在Cyber Security裡面的專案 大概你成長到4000顆 就表示說你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 霸主的地位 就是開始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機會會找上你 對 那不然就請坤裕來跟我們介紹一下Quark Engine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引擎嗎 它在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你應該也算是Quark之父 不敢這樣 對 那就請你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覺得這個讓駿尾來講好了 駿尾來 好 這個Quark其實你可以 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 這個惡意程式分析師的Google Map 就是說當你今天如果你想要去分析 Android的惡意程式 它會有什麼樣的這些潛藏惡意行為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Quark來幫你做到這些精準定位 它可能是這個惡意行為它到底具體出現在程式碼的哪一行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來描述Quark 對那其實還有比較相當細節的這些設計原理 其實可以讓昆裕來這邊跟我們分享 好啦 沒問題啦 其實夸克你可以這樣子想 它其實就是一個防毒軟體 那防毒軟體呢 一般我們可以用兩個部分來定義它 一個就是偵測 偵測惡意程式或惡意行為 那偵測到了以後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你要把它刪掉 好 夸克引擎現在所專注的就是在偵測這個地方 那其實呢 我們我們現在的這個這個Target 這個User啊 不是一般的End User喔 不是說我們今天就放到什麼Google Play去 然後大家下載下來就可以就可以做一些偵測 不是的 我們的Target User呢 是這個惡意程式分析師 然後我們的目的呢 是希望用文字的方式 語意的方式 讓使用讓讓這個惡意程式分析師啊 可以很快的就瞭解這個Android的 比如說這個Binary或這個Malware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呢 所以我們今年我們去年的投稿的話 我們的這個這個題目就是說 Quack Engine and Obfuscation Neglect Scoring Malware Scoring System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去年Focus在說 我們是創造出一個評分系統 威脅評分系統 但是今年我們就完全換掉了 我們今年叫做 The Storyteller of Android Malware 也就是說今天 如果你今天拿到一支惡意程式 長官要你去處理 你只要拿下來 丟到夸克引擎裡面去 我們就會跑出很多文字 就是一段一段告訴你 他具體幹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還會搭配一些一些圖 圖片很有趣的圖片 然後呢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講出一個漂亮的故事 跟長官揮報了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 所以Quack Engine就是一個 我可以把我的 可能含有惡意程式的風包 丟到這個引擎裡面去 然後他會跟我說這裡面含有什麼樣的 偵測出什麼樣子的攻擊 然後給他一個評分 跑出一份報告這樣子 哦 不是風包 是APK Android的這個引用者 Android的APK 對 風包的部分 我覺得Benson 感覺很有興趣 我們可以之後邀請你進來 惡意軟體的評分 我其實還蠻好奇說 這個標準是怎麼訂的 就是你們是有找法律專家 來給建議嗎 還是怎麼樣的運作 其實呢我們一開始 這個前面有一些小故事 要先講一下 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 要去做這顆引擎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是在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看一下 這個學術的這些文獻上面 人家都怎麼做偵測的啦 或者是說我們去看一下 一些其他防毒軟體的產品 你們是怎麼弄的啦 結果我們後來做了一些文獻探討 之後我們發現 他們都寫得好複雜哦 我頭殼笨笨的 我沒有辦法讀這些 然後啊 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們去看一下 其他大廠人家怎麼做 結果呢我們看了之後 當然是看不出來嘛 因為這是人家的商業機密啊 因為我剛好2018年的時候 我有機會去以色列 然後我有去參訪一家資安大廠 威瑞特 然後呢他們就有介紹到說 他們某一個產品裡面 有一個東西評分系統 然後我只是想說 我就順口問他一下嘛 我也不期待他會有什麼回應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這個你們的評分系統的一些狀況啊 我說不行 這個就是我們的商業機密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這個東西是商業機密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就秉持著我剛說的 我們的個性就是我們都不放棄嘛 所以回來就一直想 然後呢我們後來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又繼續往這個學術論文 或者是說往其他大廠的這些產品去看的話 我們的思路就會跟著走 所以呢後來我們想說不行 那全部丟掉 全部不要看 那不要看之後呢 就剛好那時候 俊偉非常勇敢的加入我 因為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 後來俊偉加入我了 俊偉就剛好有提出一些 這個偵測的一些 Android 21層是偵測的一些 判斷的一些階段 然後呢剛好當時候 我也是滿腦子都在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辦 後來我再跟我一個當警察的朋友聊天 這個當警察的朋友就跟我說 你們這個階段 剛好好像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這個有一個章節在講犯罪行為階段論 我就突然想到說 對耶 那如果我們把犯罪刑事訴訟法裡面的 各個的基本的概念 把它原則把它解構出來 然後apply到Android的 Malware的這個評分系統上呢 所以就在有一次 我在跟我這個老婆在跑步的時候 突然叫我來講 就說啊對了 就是這樣子 沒錯 因為呢 你想想看喔 今天法官要去量刑犯人罪的時候 其實每一條罪怎麼定義 它有它的原則 哪一條罪又比哪一條罪重 它有它的原則 重多少 它有它的原則 怎麼加在一起 它有它的原則 我們後來就去讀 就認真讀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有這一天 我念資訊管理的 對我就去讀 它繼續解構出來 後來發現到其實只有八條原則 對 然後這八條原則裡面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剛剛講這個犯罪行為階段 而這個最重要的這個貢獻 這個犯罪行為階段的貢獻就是俊偉 它這邊去把它弄出來的 好 那我們後來發現到說 真的是這種原則 不是有一個叫做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嗎 或者是說 應該是說 大道治檢吧 我們在這裡有體會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後來發現到這八條原則 其實幫我們解決了兩個 在資訊安全裡面 我們覺得還蠻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就叫做抗混淆 因為有一些惡意程式 它不希望你分析它 所以它會用一些方式 把它的變數 或者是說它的功能 把它亂命名 另外一個方式叫做污點分析 那我就不要做這個污點分析的科普了 但是就是說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到 這八條原則 解決了這兩個重要的問題 抱歉講太久 好 剛剛提到抗混淆這個名詞 就是因為你們這個 Quark Engine的題目的介紹 好像就是用抗混淆的一個 Android的2E評分系統 就是代表抗混淆這件事情 是你們主打的一個 feature嗎 對 沒錯 嗯 了解 其實就是主打兩個 一個就是抗混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unique 一個很不一樣角度切入的評分系統 那就是你們有提到 透過台灣的這個刑法 它有制定的這些規則嗎 就是我有看到你們有 five stages的order 對 就是從最一開始什麼是detected嗎 然後後面可能是practice這樣子 然後你透過這樣子的階段 你們apply到你們系統裡面 你們也設定了一個 一系列的規則 對 就是 對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這個規則 哦 好 其實我們剛說到有這個五個階段嗎 其實當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這個惡意行為的發生 它有沒有可能也是有階段性的 那其實在Android 這個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本身它其實是 會有 假設你想要做這個行為 是有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那你要在你的應用程式有一個清單 你必須在那邊寫說 你可能要做什麼行為 那你要去幫這個應用程式 宣告一個權限 那有了權限之後呢 你才可以在你的程式裡面 實際去呼叫這個 做這件事情的 API呼叫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你今天想要去 讀取使用者的這個地理位置 那你可能就必須先在它的這個 權限清單說你要這個 你要取得get location這個權限 那 有這個權限 而且被使用者同意的時候 因為 這個同意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安裝Android的應用程式的時候 它其實都會跳出一個框框 那這個框框就問你說 你是否同意以下這些權限 必須同意你才可以使用嘛 好那你同意之後 它才會在程式碼裡面 實際去呼叫這個取得位置 這個API 那我們就想到說 其實這樣子 你可以看出它的這個階段性 第一個它必須要先有權限 那再來它要有這個相關的API呼叫 關鍵的API 對 那這個關鍵 我們一開始設想是這個原生 就是Google提供的這個Android的API 那那時候我們就想到一個 呃 組合就是說假設我今天想要做一件壞事 那通常就是會有一個Action 跟一個Target 舉例來說我想要偷使用者的這個 呃地理位置好了 那我可能會用一個方式就是 我先拿到它的地理位置 再透過簡訊傳送出去 所以呃我們的規則其實 把它拆成五個階段 就是第一個階段我們會先去看說 呃這兩個權限有沒有同時被要求 一個就是取得位置 那一個是要傳送簡訊的權限 好那第二個階段呢 我們就是去判斷說 那它這兩個API有沒有出現一個 只要有一個 那它第二個階段它就符合 好那再來第三個階段就是說 你這兩個API有沒有都同時出現 也就是說呃 寄簡訊跟取得地理位置 然後再來第四個階段就是 這兩個API它的呼叫有沒有一定的順序 因為它通常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是必須先 先拿位置再透過簡訊 好所以我們第四階段的這個規則就是說 你有沒有按照一定的順序來做這件事情 好那最後第五個階段就是說我們要真的判斷說 哎你這個簡訊送出的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使用者的這個位置嗎 所以我們就會去做這個昆宇剛所提到的這個污點分析 來判斷說 呃它的這個地理位置有沒有真的作為一個參數被簡訊送出去 對那所以這個我們就把這個五個階段用一個規則的方式來寫下來 對其實就是一個JSON file 不好意思 對我們夸克就會不斷地吃這種各種行為的規則來進去掃描這些Android的應用程式 嗯那提到就是規則啊你們怎麼去告訴夸克說你要驗證什麼樣的規則 什麼樣的規則 那說你想問的是夸克怎麼吃這些規則吧 對對對你們要因為你是一個開源軟體嗎 大家大家會有自己的規則 那我今天也也抓你們夸克下來用 那我想要用一個規則是哎今天有沒有人偷看色情圖片之類的 嗯類似這樣子 好那我如果想要加一則這樣子的規則進去你們要怎麼做 好嗯其實如果你今天想要加這個規則 那你可能首先你要先理解到說 嗯你要做的這個行為 他需要什麼樣的權限 再來說就是你要知道他要怎麼使用這些相關的API護照 那你這兩個東西準備好之後你就可以來寫一個規則 其實我們的規則撰寫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在就是夸克引擎的這個Repository 對我們裡面文件其實有詳細記載說如果你想要加一個你自己自訂的規則你可以怎麼做 這樣OK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哈 呃我們我們俊偉剛剛講的很簡單其實呢我覺得還是不簡單的 因為其實你要有這些背景知識 你才知道這個方式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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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ve API他到底叫什麼名字啊 那你要這些背景知識你才會知道這個Permission是什麼啊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早期剛剛俊文有提到說我們早期其實有遇到一個瓶頸 就是我們的規則數量不夠多因為我們早期的規則是人工去建那人工去建的話 你必須要有非常大量的二億城市分析經驗你才會知道這個東西該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們為了要突破這個瓶頸我們呢想辦法用自動化的方式產生規則奏效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規則有非常的多一百多條然後我們甚至把它把它弄到另外一個Repository去 然後甚至呢我們開始發現到說有一些其他的大學比如說昨天我才發現有一間加拿大的大學在把我們的專案收錄 然後有有一個義大利的一間學校也在在在收錄我們然後有甚至有出現在日本的期刊上面 然後甚至是資安大廠4T內的這個這個首席啊資安研究員呢他在那個那個conference不是有時候會辦一些training嗎 他在training的時候甚至會教怎麼寫垮克的規則 然後呢在上面去demo說怎麼跟垮克怎麼跟其他的工具搭配使用 哇這個這個可以讓整個分析鏈更完整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說這些東西慢慢的開花結果 那這一切的關鍵就是那個bottleneck規則怎麼樣自動化大量的產出 這個其實是一個當時候我們面臨到一個很大的瓶頸 那這邊我剛才就想到說欸有這麼多國外的使用者就是也用垮克 但是一開始你們是從台灣的法律就是的大原則去出發 那別國的使用者就是會不會遇到就是法律不同或者是規則不同 然後使用上有沒有什麼障礙 OK這這這題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我們我們的規則的原則其實我們是萃取 我們不是完全照法面法律的字面的意義來做的 我們其實犯罪行為階段論就是它的一個中心的一個原則就是 你越到後面的階段你這條罪你比如說殺人罪好了 你越到後面的階段你這條罪成立的這個這個這個機率就越高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原則萃取出來也就是說剛剛俊偉講的一到五階段 你做到越後面的階段我們就會說欸那這個用簡訊偷送你地理位置的這個行為發生的機率非常高了 所以如果以這個邏輯來了解的話其實不管你是哪個國家都沒有關係的 那剛剛就是有提到說Quark Engine的主要受用的人嘛 是這些惡意程式分析師那他們在透過Quark這一系列的去判定說 你有這樣惡意行為之後你們怎麼去告訴他說這個東西它危險的層級是怎麼樣子 就是你們去制定你們這些風險的分數啊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OK 這個風險的分數其實呢到現在你問到了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到現在呢我們也還在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呢 因為規則的數量要到一定的程度你才有辦法去制定這些權重 那我們現在呢我們人手不夠所以我們向世界去借力 我們現在都不斷在收規則但是你會說欸那這個規則會不會無限制的膨脹 你覺得會嗎應該會吧因為攻擊也是就是一直不斷的演變出新的方式 是但我覺得不會那為什麼不會呢因為我後來發現其實很多的新的惡意程式 它其實是舊的攻擊的手法排列組合 所以呢縱使會有新的攻擊的手法會有完完全全新的方式 它如果說它出現的這個速度跟我們自己人工去發現 我覺得目前我們都還hold得住也就是說我覺得它是這個規則發展的這個趨勢啊 我覺得是處於收斂的一種狀態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後來只要發現 大概是哪一些哪一些我們比如說我們大概發展到200條規則 其實我覺得就差不多了那這個時候我們達到這個里程碑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過頭來認真的去定裡面的權重分數了 我們現在權重分數基本上都是都是直接給1 我們其實也等於把這個自由度或是這個創意的發想 讓所有的法克的使用者自己去玩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使用法克引擎的話 它上面如果告訴你機中高風險 那個就真的只是僅供參考 但是我們上面如果告訴你說它有哪些行為 那就是真的 所以說就是對於這樣的使用者來說 他們可以自己去制定他們要給不同的規則上面 定什麼樣的權重跟分數這樣子 對 是 了解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你們在蒐集規則上面 借很多國際上面的人來幫助你們蒐集 那就是也想了解一下你們這個專案啊 從聽說原本只是一個 side project 然後現在發展成這樣子 就是國際知名的一個開源軟體 想跟你們就是問一下你們這個專案的起源 就是為什麼最初會想要做這個 然後會把它開源出來 好 那其實這個一開始應該不是一個 side project 它的起源是這樣子 就是我2017年我當時候在台北工作 那我想回南部 那我回來之後我上一份工作是在法人職策會 那現在這份工作在電信技術中心也是法人 那都是做資安 所以我當時候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來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讓TTC這個做資安的法人 可以跟其他的做資安的法人 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後來我就分析了一下我想說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很crazy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應該都不想做的事情 於是呢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來幹一顆 防毒軟體分析引擎 然後再把它放到virus total 然後當時候只有我一個人 夠瘋狂了 那重點是更瘋狂的是 這邊的長官竟然同意了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再往前推進 那往前推進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是經歷過很多的失敗 包含我built team built好幾次失敗了 那其實在很早期呢 俊偉是很早期就加入我們這邊的 所以呢 其實俊偉在垮克引擎 裡面的這個貢獻度 他是不輸我的喔 甚至還超過我喔 你說你不要叫我垮克之父喔 我跟俊偉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你們就是垮克引擎的亞當嚇我 那 你不要這樣 我們叫萊特兄弟好了 我不要亞當嚇我 這怪怪的 好啦 現在已經是可以有兩個爸爸的時代了 是是是 這個這個 可是這個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話題 當時候呢其實就是說 所以我那時候一開始想說 我們要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我又不是資訊安全的高手 我不是啊 我真的不是 所以呢 你在你內功不夠 然後你又說要做這樣的東西 那該怎麼辦 所以呢 其實當時候就想說好 那至少我要先把這個 你說要做惡意城市分析的引擎 那你至少裡面的機制 或者是判斷的標準 要先找出來吧 所以呢 後來就花了很多時間 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終於從刑事訴訟法裡面找到了 可是呢 找到了之後 本來想說開心啊 結果呢 就會遇到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要實做出來啊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們又激發我們的潛能 在四天裡面 宋俊偉整個頭髮整個都掉完了 有沒有 現在你看到頭髮是重新長出來 現在都是假髮 對 在四天裡面 我們激發潛能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想說 原本想說 我以前可能一個連機制都沒有的時候 我想說我能做出引擎 我應該很滿意了吧 結果沒有 很多時候你就會發現到說 當你走到那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你的慾望會無限膨脹 後來想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投稿一下 國際知名的這些資安研討會啊 結果呢 就是剛剛講的 其實前面都被拒 很難過傷心 在躲在牆角偷哭 可是呢 後來運氣好 大家就是覺得 就是好像還不錯 創意還不錯 所以就讓我們上了 結果呢 上了之後 還是有問題喔 什麼問題 就是俊偉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發現到整個引擎 大家是欣賞我們的點子 但是它使用程度不高 所以我們後來就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解決這個規則數量不夠了 結果呢 規則數量這一點 真的又讓我們突破了 你以為 從此以後 王子與公主就過了幸福又快樂的日子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使用者數量還是沒有上去 所以後來呢 我們又再採取了一步更積極的作為 這個策略就叫做 寡客 Everywhere 也就是說呢 我去尋找 在整個Open Source Cyber Security Open Source 的這個生態系裡面 的這個分析鏈 我們的上游跟我們的下游 有哪一些專案 我們就去主動去發Pro Request 給它 我們藉由跟別人的結合 來增加我們的曝光度 這個策略奏效 所以今年呢 我們確實得到了很多不一樣的 feedback 很開心 但是呢 又有新的問題 比如說 我們後來發現到 我們使用者有一定一些些了 然後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但是問題在什麼 其實一個開源專案最重要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其實是你要有 community 我們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們要去 build community 你說要 build 出一個 quark engine的一個 ecosystem這樣子嗎 應該就是說 你背後要有整個社群啊 比如說你要很 不少要有四五十個人啊 然後大家都是很 active的在貢獻啊 然後有分組啊 對啊 聽起來是一個就是 非常有非常大野心的一個計畫 對 然後我們的第一步呢 就是 Benson 要說服 Benson來加入我們啊 哈哈哈哈 亂講 不要有壓力了 亂講 哈哈哈哈 我可以幫你們講 podcast 哈哈哈哈 來來來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 因為你們現在是在電信技術公司 做這個quark engine的project 嗯就是這個project 但是他又同時是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公司就是他有幫你們帶來一些收益嗎 不然公司怎麼會呃支持你們 讓你們在可能上班的時候 就是以這個東西作為呃上班的一個 就是績效考核的項目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收益當然如果單純只有講錢的部分 是到目前是還沒有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收益的這個定義拉大一點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獲得非常多的收益 包括今天來這邊跟大家拍康 podcast分享 也是一個很棒的收益 那我們也因為做了這個quark 所以我們也認識到很多這個呃這些開各個開人專案的工具作者 那我們就是甚至說就是還有前面我們說的 提到也有一些呃研討會的主辦方 他們會主動邀請我們去呃給他們分享就是這個quark 對那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open source 其實你只要能夠把它發展的這些就是讓有越來越多的使用者 你的community有上來 那其實我覺得該來的都是呃會自然而來 所以說就是quark engine它算是你們在公司裡面做的一個project 對公司support我們的project 對那這樣也是感覺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公司一般來說感覺比較不會做這種open source的 沒錯 而且又在法人喔 對 聽起來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我們再來聊聊就是資安領域的這個發展好了 台灣可能看一下新聞就是常常說 資安領域很缺人才啊怎麼樣的 那想要問你們就是在你們這樣子的行業裡面就職的人員大部分都是什麼樣的背景 就是他們都是資訊背景嗎 然後有沒有人是非本科 然後轉進你們這樣子去從事資安行業的人 那可以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呃我其實覺得說不管是做哪一個領域 呃我們覺得其實我們對我們來說我覺得就是你的這個頭腦清楚 然後呢你是一個很有guards的人 那我覺得這樣的人就是呃一個人才 那你說就是是不是都是自公自管 呃以我認識的來說就是普遍都是就是這兩個這個兩個背景的 那如果是非本科我目前是還沒有就是我沒有認識到這樣的人 但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非本科 然後還你還願意跨進來做這個資訊安全 我覺得這樣的人反而會是更厲害的人 是我也是認同這樣的想法 那前面坤玉也有分享到資安工程師一天他可能會有的工作的歷程吧 嗯那像想問一下就是資安領域的這些資安工程師 有沒有再去細分說做不同的事情 像是我們一般從事軟體業的人可能就會分前端啊後端 然後有人做DevOps有人做Infra的有人對等等的 那你們在資安領域上面的資安工程師會不會再去細分做不同的工作 就是對於我們這種外行的人假設我今天真的想要跨到你們資安領域去做 我不可能只是會寫程式就好對不對 想要知道說我到底應該要懂哪些知識有哪些技能 我才可以加入Quark Engine 你已經可以了 我等一下履歷就直接寄過去 你不用寄你不用寄我都知道我有你的臉書等一下直接聊 好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等一下剛剛老人自在症喔 你剛剛的問題是說 就是 就是軟體工程師會分 有哪些分門別類啦 對對對 當然是有的啦 一定會有做不同的事情嘛 就像你去當醫生 那也有分眼科腦科腎臟科心臟科 那其實最簡單的分類就是紅藍隊嘛 對 但是其實呢 資訊安全裡面不一定全部都是一定要你 你Cyber Security相關的知識非常強的喔 不一定的喔 因為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們也必須要去建一些資料庫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情資 就很像是這個 這個在在什麼刑事局 他們不是或者是調查局 他們要去抓犯的時候 他們不是都有一些線索嗎 那這些線索 他們也要一個系統去整合啊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我們也是需要 這個會懂得怎麼樣去整理收集 管資料庫的或者是說 前端寫得好的這些人才 其實也都是有的 只是說會在這個資安的這個 當然我們是做資安的 會在資安這兩塊呢 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那現在就是市面上有很多 資安的證照啊 其實也不一定資安啦 像現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多的證照可以考 像現在最火紅的就是各個 Cloud Service Provider他們提供的 什麼Solution的證照嘛 那資安領域應該也提供蠻多這種證照 那像我就有看到有一個像經濟部去委託 資側會辦理的一個資安工程師能力鑑定這樣子 然後會透過去評斷他的資安管理概論的可能知識吧 然後還有技術概論這兩部分去做評測 然後就通過人會拿到一個初級資訊安全工程師的證照 那對於昆域在你們公司應該已經算是一個管理階級的角色 對 就是你應該會去面試一些工程師嘛 新進的工程師 那你覺得有拿到這樣證照的工程師 對你來說是一個可評斷的標準嗎 其實說來慚愧齁 我自己一張證照都沒有 對 那為什麼會一張證照都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們來看人數比例好了 今天有證照的這個人 這一群人的比例 佔全部資安產業裡面的人的比例 或者是說另外一群人 比如說這一群人是有 算是一個還還算有一點小小小小小名氣的 一個開源專案 Cyber security的開源專案的話 我相信後者的比例應該是比較小的 那如果說你用稀缺性來看的話 我是往選擇後者這一條路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到現在沒有花心力 在證照上 那你說今天如果我們要找人的話 那我們看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呢俊偉剛剛講完了 就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頭腦清不清楚 第二個有沒有gots 因為我們瘋我們就瘋了嘛 對嘛沒有當初只有一個人 那甚至是俊偉 甚至是只有甚至是俊偉 加進來之後兩個人 說要幹一顆引擎 然後要丟上virus頭頭去 然後要去賭核心開發者 然後然後要去要去去處理 這麼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光是一想到那個開頭 就停止了 對所以呢我最重視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兩個東西 那我想要再延伸問一下就是 因為像你們都是Python的貢獻者 那可是我相信就是做資安的研究 就是除了Python之外 應該還有用到其他的一些工具 那這些其他的部分你們也會重視嗎 或者有沒有說覺得 欸如果會什麼就是要跨進來資安 比較容易之類的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好其實如果真的想要跨進來 資安這個領域 那我會蠻建議就是 你可以去多看 多參加這個資安相關的這些社群 或者是比賽 這個我覺得會比 只有證照來的就是更有說服力 那其實在網路上也有非常多就是 自安相關的演講 那你也可以都就是 因為都是免費的 所以你也可以都找來就是自己研究 然後看看你哪方面比較有興趣 那你也可以把這些就是你一路 學習的過程都記錄下來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那你說就是有沒有需要匯 其他的工具或者是程式 當然也是有就是 以我們來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去對這個程式去做逆向分析 所以在做逆向分析的時候 其實我們除了Python以外 我們可能還要懂一些怎麼做 操作這些逆向工程的工具 那有時候我們還要去閱讀這個組合語言的部分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 就是當然你有興趣再來學這些相關知識 我覺得是蠻好的 是 因為有看到你們簡報上面在做APK分析 其實你們也都是會去讀Java的code 對不對 就是因為畢竟那些都是Android的程式 有時候是Java 所以他可能會用Java 有時候是Smart E-code 所以說就是其實我覺得資安工程師 要守備的範圍真的有點蠻廣的 是 所以可能要匯的東西越多越好的感覺 對沒有錯 那在我想再就是額外問一下 如果要找資安的工作的話 會不會刷E-code 會不會刷E-code 其實 有嗎Java有刷嗎 我先說我自己啊 就是其實我一提Li-code都沒刷過 對 因為其實 呃要不要刷Li-code這件事情應該是先看說 呃你想要去什麼樣的公司 因為 我相信還是有 呃資安公司他還是要刷Li-code 那我會覺得說其實刷Li-code這件事情本身 跟這個資安領域其實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 增進這方面的經驗 我覺得就像 呃剛剛四貓有提到的 你可以參加資安的競賽 就是這個CTF Capture the flag 或者是說就是 呃多參加這些資安社群 然後去認識各種人 然後你也可以去多觀摩這些就是 呃在線上也在演講的這些人 他們的主題啊 他們都在研究什麼樣的方向 對 是從這個地方 我覺得會對你資安領域會增進的比較多 是沒錯 那我再提供一些更其他的方向啊 如果你 呃去打CTF也是一個一個方式 齁 類似刷Li-code 或者是說 呃你今天其實也可以去主動的去尋找一些CPE漏洞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是學生 結果你來應徵的時候 你手上已經有10個CPE漏洞了 哇那我想說這太棒了 就直接打了啊 對啊 所以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指標啦 對 那像我們我們自己就是想辦法把 夸克當作是我們的這個這個證照嘛 所以其實方法一樣我覺得是更多元的 好那就是另外想要就是問一下崑玉就是一就是因為你的經歷是從過去可能是資安工程師那現在在夸克團隊裡面現在比較是偏向管理的角色對就是你比較像是在推廣這個社群方面對那我覺得對於我們身為工程師的人來說就是很多人都可能會去想過說我要不要一輩子 一直都繼續寫程式那除了那些真的想要一直寫程式下去的人另當別論嘛那對於你這樣子的經歷你會怎麼樣去建議就是說可能工程師他要拓展他不同領域的技能他要怎麼從一個技術的角色去跳脫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一路走過來我都不是因為想好然後才決定這麼做的其實這一切都只是為了生存啦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東西發展下去那你要把這個東西發展下去你就這其實就像創業一樣創業不會等你準備好了才把問題丟給你所以呢我為什麼非得要轉過來當做這件事情那為什麼因為我知道夸克引擎絕對不會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我如果這個東西要發展我要有團隊所以我很自然而然就變成這個角色那有團隊之後那你要怎麼樣去管理人家那你要怎麼樣去鼓勵大家那你要怎麼樣去幫助到個人成長其實這個東西都是逐漸體會過來的所以我後來都覺得說其實重點重點是在於說你那個內在驅動力夠不夠如果你的內在驅動力是你就是真的想要讓什麼東西發展得好的話那你就會想辦法去學會 對對我也不是我也不是一下就管得很好我也是有build team 失敗的啊對俊偉都有親眼目睹的對我想要額外補充就是其實我們在網路上蠻常看到人家分享說就是如何管理一個開源專案但是我們比較少聽到就是如何寫一個開源專案的這樣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就是其實你真正在經營一個開源專案不管是你只有負責寫寫程式的這個角色很多時候你也是要 呃學會怎麼去做管理是比方說今天有人來開issue 就是在你的吉他上面問問題或者是說呢他們呃發了一個破壞就是他們寫好的程式那對你發出這個修改的請求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要呃想辦法就是回答他們那你你這個回答你有沒有回答的好那你有沒有讓他們覺得說這是一個友善而且專業的回答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呃一個管理上面的這個技能所以我覺得經營一個開源專案其實他不 不只磨練到你的技術能力他同時也會去磨練你的管理能力是的這邊我想要再補充一下就是說其實整個專案變成是開源了之後啊 我們發現到說一切的問題通通都變複雜了因為他不再只是單純的技術議題了他還有變成是你要怎麼處理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其實像昨天我們跟俊偉都還在討論了以後我們最近就看到了一個這個這個慘劇啊就是說其實在我們這個領域裡面有一個專案叫做 所以到R2R2那R2呢他們大分裂對大分裂的原因是什麼大分裂的原因就是說哎今天這個他們建議比如說有一派的人建議說哎呀你這個這個專案的這個命名的方式比如說你的變數命名還是資料夾的命名應該是要走什麼樣的路應該走什麼樣的Pattern規定但是呢另外一個人就是堅持不要就因為這麼小小的沒有辦法溝通的問題 導致兩大派分裂對所以呢啊這個這個問題我相信連這個這個呃比如說像拍上的那個那個老爸爸叫Gito也是發生過嘛好像在PEP542嘛喔他說說他行類了嘛對不對他說他要永遠的這個這個BDFL是不是喔 他要永遠的對對人慈的獨裁者那其實像托瓦茲也是啊那個Linux的那個專案的老大比如說他之前他不是也都是很兇嗎說啊就前一陣子也是進場回修嘛說我如果好那個沒有那個講話那個稍微調整一下好像也是不太好的啦喔所以他也是要處理的所以我們就發現到說對你想要當到技術的這個 頂點的頂尖 其實我們認為你 PeopleSkill這一塊 你也要同時增長你整個專案才會發展好啊那這也是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 聽起來就是如果Quark Engine未來就是持續發展下去變成一個就是非常多人使用廣用的一個社群之後你們可能就會有一個BDFL 要出来裁决 是 是没错 其实现在多多少少已经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了 比如说像很多人会来问问题 然后很多人 其实慢慢的感觉到那种 open source burn out 就是一个PR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然后才开始 冷静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难怪我听到 听过一些工程师朋友说 他们不想当管理职 因为一直跟人沟通 其实是一件很耗费精神的事情 会非常的这个 就是你的精力会被耗脑 对 其实我上个礼拜 这周我礼拜一个礼拜 才刚burn out完毕而已 然后礼拜四嘛 礼拜四还是礼拜三 换俊伟burn out 适度的休息一下 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你们在做这样子 因为坤玉可能 现在已经比较不再做 developer的事情 工作吗 那这样子你会不会 就是有时候会手痒啊 还是会就是想要 回来做比较技术面的 当然会啊 当然会 当然会 可是你要想 其实技术这一块 俊伟他目前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他其实底下 也现在有带人来做 那其实如果以整个 垮客引擎专案发展 要能够健康 要能够长久的话 其实我发现到管理的议题 还有整个发展策略的制定 还有推广 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做的 还有垮客引擎内部本身的制度 该怎么建立 这个事情也是没有人做的 所以我就要来做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啊 所以呢 我手痒 我自己就会把我手剁掉 然后好好的 然后他们如果有 有很棒的 很棒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写出来 我就在房间 哎很棒很棒 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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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摸头 无力人 那俊伟有带 就是新的人来 到Quark Engine里面 去做一些小贡献这样子吗 就是你有带实习生 类似这样子 对 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大贡献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说 就是我们自己带的实习生 然后他是跟我们一起工作的 的学生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网路上的这些 我们不认识的人 他们也会来 就是开issue或者是说 他也会想要帮我们改进城市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引导他们说 就是哎你可以怎么样改 或者是说 呃 你在城市吗 可能还有一点问题 你要怎么样去修正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 这个 带人的经验 嗯 那我看到你有参加一个 Google Summer of Code的 mentor计划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 就是你要加入Google了吗 还是说 你们Quark Engine 而且要订入Google 其实我们会 然后就是因为Google Summer of Code 好啦据我说 这个Google Google Summer of Code 其实是 呃它是一个Google 赞助这个全世界学生 然后让这个学生来贡献这些 开源专案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学生他们有完成这个计划的话 就会有Google 就是给他们奖学金 这样 那那时候其实在 在今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想到说 我们这个夸克专案 能不能也去 就是参加Google Summer of Code 那这个Google Summer of Code Google Summer of Code 其实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叫做组织 然后组织下面呢 它会有好几个老师 就是带着各种不同的专案 那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学生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成为导师 就是把我们的专案也加到 呃Google Summer of Code的计划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 你有没有认识这个 好朋友 好朋友啦 非常重要 就像我前面所提的 其实我们有 我们有认识到一个 开源专案的工具作者 他叫Intel O 那他当时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哎去年对去年 他们有想要把夸克 整合到呃 整合到他们这个专案里面 那他当时候就是在进行这个 Google Summer of Code的计划 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说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拜托 这个Intel O的作者 然后来问问看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也加入到这个Google Summer of Code的 这个计划 那最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让 呃我们加入到一个组织 叫做HoneyNet 这个组织 他是专门在做资讯安全相关的一些工具 那我们就 就是透过他的这个HoneyNet的背书 我们就是顺利加入到这个Google的Summer of Code的计划 那今年我们就是有顺利 招到两位学生 那这两位学生他们就是要 提自己的proposal 然后来贡献夸克专案 对 对那 我跟坤运的角色就是担任这个mentor 然后引导他们来做这件事 我们一人在一起的这样子 对 非常的burnout 非常burnout 其实这个非常burnout 也表示我们的功力不够 嗯 才会非常burnout 对 这么burnout 你是不是很想放一个长假 但是没办法 真的 很长这样子啊 我也是 很长这样子 OK 这好像是一个梗 前阵子YouTuber上面很夯的 没错 好 那所以说你们带这个学生在这个计划 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帮你们把Quark Engine整合到他们 呃呃的专案里面吗 应该说就是他们要提一些 呃Proposal 然后这些Proposal的内容 基本上是你要怎么帮助 Quark 可能是说你帮你要帮Quark重构 或者是说你要帮Quark 呃新增新的功能等等这些 对 对 嗯 - 了解,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那请听众踊跃报名,还是你们收太多人会整个爆炸,欢迎欢迎,我们明年也会在GSOC上面出现,那大家明年要抓紧机会加入这个计划,那最后想要问一下Cook Engine,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未来有没有发展计划,当然是有啊,但是其实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其实就像在这个前面,我们在前面有一大团迷雾的状况底下,然后拿着一根很小的蜡烛,然后在那边往前走,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到底能见,我们能见度很低啦,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且战且走,那所以呢,我们都是今天可能才往前推进了这个0.1公尺,然后呢,我们推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判断说接下来状况会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纵使啊,这个这个前面不知道是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发现到只要我们就是挺住,再继续走,常常都走到我们,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都是另外一片桃花源,对,所以你说前面现在我到底有没有设定什么,有,其实有,还是有,比如说我要把community真正把它build起来,但是你说community要怎么build, 然后什么方法下去一定会成功,I don't know,I can't,I cannot tell,对,那我就必须要纳主再继续纳着,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看前面这边有没有路,这是我的,我要努力的部分啦,俊伟应该也有他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有吗?俊伟有这样的目标吗? 俊伟有这样的目标,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当初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很困难的目标,然后在这过程中就是想尽办法去达成,那可能过程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就是不同的问题,然后你可能当下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其实我们在做夸课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自己设一些就是当下会觉得很很不可能的目标,然后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其实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你也要同时就是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会处于一种且战且走的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当下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你就是想办法去解决,那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直很记着一句话,然后我也可以分享 给大家就是不要去担心你的这个目标有多么的困难,你只要专注在你的下一步该做什么就可以。 这个俊伟新海罗盘时间到了。 这个俊伟新海罗盘时间到了。 那以及你们在Cookie Engine上面的现状,然后跟未来的发展目标,那我们也期待就是你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再回来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如果到时候这个节目还在的话。 会了,那等下Benson你先私讯我一下,好不好。 怕。 OK,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哇,我觉得今天那种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耶。 就是每个小part感觉都可以延伸就是再多聊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我自己觉得就是开原专案的那部分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有发过PR的经验,然后PR被收进,被收进某个开原专案,贡献了程式嘛。 可是不一定自己有用过一个open source的project,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要跟不同的贡献者、开发者就是怎么样的往来沟通, 然后跟不同国家的贡献者就是去管理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型的open source专案,我觉得这算是蛮特别的经验。 嗯,感觉跟一般来说在github的随便一个专案上面去发PR的感受会差很多。 因为他们毕竟是慢慢的有建立起他们自己一个社群的感觉。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也有分享到他们在python开源专案跟cpython开源专案上面去做贡献的经历。 就是他们在跟coredeveloper输信往来啊,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就是蛮难能可贵。 就是所有的开发者还有python使用者都真的都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 那对我自己而言我也觉得收获很多。 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update一下大会的最新资讯。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就是转为全线上举行。 那日期会改到10月的2号跟3号。 所有的资讯都会公布在粉专还有官网,这是大家要密切注意。 嗯,那举办的地点呢就会改成由线上会议软体gather.town来做举行。 那我们的前总招泰祥呢也呼风唤雨帮我们争取到了gather.town的全免费的使用资格。 那到时候就跟各位听众在gather.town上面见面喽。 到时候见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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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